所以现场看到今天是新闻局60周年的菊庆 特别找来历任的局长回娘家 不分蓝绿 也包括前新闻局长林佳龙 郑文灿 还有胡志强呢 都是口头答应要前往这个盛会 来个蓝绿大集合 而现场请问我们先连线 可以记者郭教祺 好的今年是新闻局63周年庆 而就在今天呢 新闻局举办的一个相当特别的活动 就是邀请历任局长回娘家 而台中市长胡志强 上台表示自己今天 就是专程来看新闻局 特别帮他剪的年轻版影片 来听听这段访问 我为什么一定要来 因为有人打电话告诉我 你来可以看到你年轻时候的相片 刚才每一个人年轻相片都出来了 第二个更重要一点是 我事前不知道没有人警告我 我来了才知道 你如果不来 你的相片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拍手 好的今天回应杨家的局长 包括了前妇 钟晴 郑文燦 还有谢志 谢志伟可以说是不分蓝绿 而且呢 通通呢都出现在影片当中 年轻时候的模样呢 是引起了台下的笑声和掌声 而稍后呢 望福乐团 望福乐团将上台演出 而整个后续的情形呢 中间新闻将会全程来掌握 前把镜头将完彭丽主播 好真的非常难得啊 这个历任的新闻局长 通通到齐了蓝绿大集合 这个是新闻局的60周年局庆